王力宏 炎烧半月的王力宏和李靖蕾离婚风波 让王力宏优质形象全毁 目前仍在隔离的他 出关后的动向应就是外界关注焦点 近来原名自身学长是王力宏身边工作人员的网友 代替学长以五点声明为Hop红喊烟 逆风举动掀起网友一片热议 这位化名黑喵警长的网友PO出长文 表示学长是王力宏身边工作人员 他正在外人角度来看雷虹直斗 首先针对出轨仪式人PO直言 王力宏和平时身边工作人员关系很好 出席活动和日常工作都有工作人员陪同 回酒店也都住在工作人员隔壁 要是下见什么工作人员应该都能察觉 但目前工作人员都没人知道王力宏出轨的事 原PO也坦言王力宏婚前的确玩得很happy 但是他把世界看得高于一切 而且很重视自己的名声 所以婚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行为 原PO还认为李靖蕾离手上 没有任何王力宏出轨的实质证据 至于百兔妹妹Yumi的裸造大头造仪式 原PO则说王力宏事后翻找聊天记录发现都是在谈公事 并无提及任何私人感情 此外不仅有网友风向改变 王力宏的名歌歌手表述李建復 日前也引用战国色增生杀人的预言故事 感慨留言可畏 看似在为表迟王力宏喊冤 而表述的一番言论皆获得不少回响 纷纷留言力挺哄哄作口朔惊 但愿不忘初心我们等他 当然成武希望哄哄坚强 We trust him 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